郭文貴議員 可能很多九十後不知道 我最想說的就是一句一代宗師的話 希望大家有些回應 我自己會覺得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狗別重逢 所以大家首聲二熱烈的掌聲歡迎幾位狗別重逢的新朋友 第二個問題也要大家做些回應 真為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現在也有很多燈 首先我想看看這次座談的深度可以去到哪裏 大家舉一舉手 就告訴我 你如果有看過的話 就舉一舉手給我知 好 如果看過就看多一次 王家衛的戲看一次真的不夠 但未看過就快去看 聽說農曆年還有得播的 今天幾位大師都在這裏 都是這個原因 首先一定要問問八爺 因為八爺是我 真是童年偶像 因為套戲裏面 我覺得有一個一代宗師的概念很重要 就是說學武之人有三個階段 我是叫做三景 學武三景 就是見自己 見天地 見眾生 八爺你的作品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用見眾生來看 都當之無愧 因為譬如說 你又開了 即是剛才說 蛇形雕手 聚拳 你開了那時 鞋翠功夫片 的一個新的浪潮 後來王飛鴻 亦都是八爺你 超卓不凡的武術指導 又開了另一條路出來 這一次 一代宗師 大家可能有些不明白 但是有些也嘆為觀止 我就嘆為觀止 我真是很服香港 做武術指導 那些 為什麼還可以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你自己會覺得 在這些套戲裏面 你覺得 有些什麼東西 令你覺得 在見眾生那裏 還可以做到一些東西 譬如說 我舉個具體例子 我剛才和八爺在 會客室那裏都談過 開頭那場雨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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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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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部電影《一代宗司》都是講業文 都是講業文,跟公義那段時間,但應該是業文最厲害的 我想問問位仔,如果這樣討論一下,其實那時候導演或武術指導,八爺跟你談的時候,那場語戰,你聽說是病了 那時候的想法,你是不是有跟導演談一下,怎樣表現業文的功夫,那個境界 就是這顆球釘這樣計為例 沒有啊,我跟王家衛的… 即是由他搞的? 是啊,而且他很多時候,不會跟…我們在現場很少談很多東西 那反而在未開拍之前,那個前期的準備功夫就做得很充足 OK 即是除…看很多資料之外,那因為其實未開拍之前,一年已經開始有練功夫 嗯 那已經開始…其實練功夫,我覺得除了是令我形體上面,可以好像一個真正詠春拳的師父之外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也是一個給我投入角色的一個途徑 嗯 那也是因為我…研究了很多那些…不同地方的中師,有北派中師,有葉問中師 那也都有看過…李小龍,很多講… 即是他們對於武術的看法,還有他們的理解,那有一些東西是… 在文字,你只是在知識層面,或者在文字上可以看得到,但你永遠感受不到 嗯 還有你不明白,即是你明白,在文字上面明白,那你沒有那個感受 沒有那個感受的時候,你變成你演一個人物出來,就只有一個形式,那就沒有那個神 那所以為什麼是…我們…其實頭尾,除了開頭那一年練功夫之外,一路拍都一路練,其實練了四年 其實最主要就是去嘗試去理解,為什麼那些武術家,這麼沉迷功夫 還有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去理解功夫,還有功夫究竟是什麼 那為什麼呢? 我要講三個鐘頭了 哈哈哈哈 根據那些武術…不是我…這些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是一些武術家認為 我只不過去理解,他們認為功夫不只是一個… physical training 或者是一些很科學化的智慧術,其實功夫還有另一方面,精神層面的,是一個叫做 mind training 就是mind cultivation,即將你的心…其實去到最後,或者是一個做人之道,即是生活之道 因為招式我覺得是有限的,就是你練完去到有一個盡頭的 那但是… 那不是三盡頭嗎? 什麼? 攤綁服 但是我覺得你追求精神上面那樣東西,是永遠都沒有盡頭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的,就是我覺得… 中國功夫為什麼會有四千年一個這樣的傳承,有一個這樣的文化傳統可以這麼多年 如果只能打得,那現在很多拳都可以好好打得 那應該可以恐龍地接種,但原來它其實有它存在的價值 那所以…剛才在講什麼話?為什麼講了這麼遠? 越差越遠,忘了你問一下 其實我剛才講說水果音樂 其實水果音樂,我跟一些同學看,都覺得是其中一幕最深刻的音樂 因為那時候葉文一個打很多的人 還有王家衛的鏡頭拍攝的時候,那些水呀,那些人的動作,是很有意思 我也想問一下,其實這一幕是不是…其實算不算是整套戲裡面最具挑戰的音樂呢? 簡直是最辛苦的一幕,我拍完那時候我跟導演說,我說王家衛 我整套戲最辛苦就是下雨這一場戲 因為由我第一天開始拍,我覺得不熱,我就知道慘了 那時候我們拍的時候差不多是十月尾的,氣溫每天下降 初初就已經慢慢拍拍,已經看到那些人穿垃圾膠袋穿在衣服裏面 跟著是雨衣,跟著是潛水衣,跟著是火爐都拿出來,大家騰騰騰 我拍到後來,其實我有拍了三十月,二十多天,跟著我跟王家衛說,我真是頂不住了 我每天回去,我走進自己房間,走那條冷行,已經覺得路是歪來歪歪歪歪 每天就吃那些雙風藥,因為其實已經病了 因為你三十個通宵,你濕了身,其實是很冷的 還有那時候是越來越冷的 其實那個客觀環境是令到那樣東西很辛苦的 因為我們練了那麼久,其實應付一個打幾個都不是太艱難的 但是你還要下雨,隨便我們叫幾十個上來 還要下雨,變成二十幾度,變成十幾度 嘩,那個的確真的很… 現在回想起來,我也很害怕 去那個景點,我真的無管冷的 那個場面,你問我,也想請教一下八爺 很多都是代問的 因為那場呢,和火車站那場呢,很多人說很像二十二世紀殺人網絡 其實拍的時候,沒有想過,沒有扣上去… 沒有啊 因為拍的時候,有什麼…導演王佳華說,有什麼令到… 這個中國傳統的長心是這樣的嘛 你沒有理由變到別的樣子 很中華英雄家旗,很不妙 你們整場打就這樣打就好像…很乾的 是不是給一些美感的效果下去呢? 是… 黃家衛導演,一下雨 可能那個感覺比較浪漫些,還有… 覺得水…可以表達到… 美感和力… 是… 是… 很厲害,那隻帽子那些水珠摻出來呢 都看了我們戴歪了 是… 是… 原本那場,雨中打,他戴黑帽的 是啊 戴黑帽的 我…我看完片我覺得… 那些… 那些… 和對手,又是黑衣服 他又黑衣服,又黑帽 即是黑人、黑爺、鬥黑 我看不到… 看不到誰是… 梁先生 我看不到… 不如… 換上白帽吧 唉呦,那你可能破壞了完整性 那你因為…你記不記得後來張鎮打一場八極拳呢? 那場他又打一堆戴黑帽的人 是啊 所以他要戴白帽就好些了 是不是呢? 就是… 因為他應該… 我想著的意象就是他… 打下梁朝偉的嘛 不是…我的意象是… 他應該在一代宗師,是有些… 亦別不同的 你…從黑毛到黑衣服 Marta 都不行 都差不多 即是… 目標的那個…那個…的形象 是… 兩場雨戰呢,我想看看張鎮那場呢,即是一線天那場,大家都嚇跳的 八劇很厲害啊,那種暴力感,大家聽骨碎聲,聽到吃不到薯片 那些配音來的,真是最好的 那些想法是,剛剛表現了兩個,一個不是宗師,一個是宗師 我覺得兩個是宗師,但兩個宗師的性格的德行未必同 那你心目中的宗師是怎樣的呢?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我心目中的宗師?我心目中的宗師? 我心目中的宗師?我心目中的宗師?一定會打對手 即是你是一橫一直的? 是的,一定會打對手 你就是一橫一直 大家,沒事不要惹事 那句話是不是來自你的? 不是,是來自導演的 一橫一直 我不會想一橫一直的 一橫一直,即是打十字,那些人說叫白車 哈哈哈 即是不要打,打就打低 不如勇哥一直都沒有說,勇哥是一代宗師的男權顧問 是嗎?是 很厲害的,大家知道他是王飛鴻,第五代傳人來的 所以都是一代宗師來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勇哥的看法,可以上Youtube 勇哥在Youtube很受歡迎的 大家上Youtube去查一下,打劉家勇有很多東西看的 講紅拳那些東西 那些只不過是一種 還有不說不知的 那句是什麽 一條腰帶一道氣呢 雖然是八爺講的 知道提供者是勇哥的 人這樣講的,其實電影是大家的 誰提供出來的好的,就可以用的 是嗎? 是的,如果不是觀眾或者演員很方便 看了我劇本之後,或者講些什麽的對白 但是你這句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嗎?因為有一句後來連接著 所謂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因為做人都是一口氣的 有一口氣,點一盞燈 沒錯 那你一開始就說一條腰帶一道氣 其實你那時候提供的時候的意思是怎樣的呢? 其實很簡單一樣 就是,我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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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我們就...我們就... 玩功夫的人呢 我們就叫做... 戴腰帶的 嗯 在台上的呢,叫做紅褲仔 嗯 兩種不一樣的 嗯 但是說我們呢,學功夫的人呢 一吸一口氣就是... 以前就說... 為什麼... 有一點點鼓啊 可能一講一講很久的 很簡單 就是...以前呢... 那段時候人不是那麽飽啊 嗯 那就是一條... 真是一...一條腰帶一口氣 一吸一磅 飽不飽啊? 飽的了 是 家裡沒得吃的嘛 你不吃就給他吃 一口水飽不飽? 飽的了 但是這一條腰帶一放出來呢 就已經是沒有氣了 所以這一條腰帶永遠在床身的 跟功夫一樣 做人一樣 一定要有口氣 氣力氣助 是 這樣才叫做一代宗師 是 那葵仔呢 你覺得一代宗師是怎樣的? 因為你都講過那三件的嘛 是啊 我理解呢 就是根據王家衛導演說 是 你上了身 自己 見天地 見眾生 就是經過這三個階段 才可以稱得上一代宗師 我都同意的 是 我都同意的 但是那個問題呢 我也想問回 一條腰帶一部戲呢 學舞的人呢 我想洪拳可以問回 勇哥 通常說 未學打拳 就先學摘馬 未學摘馬 就先學你打 沒錯 那意思呢 為什麼是未學摘馬 才學摘馬 第一 你會被人打傷呢 第二就是說這部戲其中有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生活 沒錯 生活 即是你不是每個業民有錢 就在整條街道去嘛 那就是會不會是 其實你忠師之路呢 你都是離不開生活 其實這個年代是這樣的 是每一個師傅是很痛苦的 即是真的不夠飽餐的 還有家庭方面 每一個是真的沒有錢的 真的不是很多個真是熱問 不是很多個這種人 但是說 在那個年代的師傅 你有沒有留意一件事 每個真是一條腰帶一口氣 這件事是真的 還有他們做過的事情就是 武林和江湖 是分得很清楚的 我武林的 我就會打功夫 你江湖的就騙騙騙騙騙 現在在那個年代 會令到一代宗師 有些一代宗師 為了生活 而走偏了自己的思想 就是江湖武林 所以其實這裏面 有很多事情是說 給現在人聽也好 以前的事情 說給現在現在的年輕人 任何人都說 一代宗師意思是 裏面有很多人說 你人生的做 做點 重點在哪裏 是一樣很重要的 等於你再問偉哥 你打的東西 或者你怎麼知道 一代宗師 其實他已經是一代宗師 為何我這樣說 很難得 我不敢 會 熱問就是熱問 現在這個一代宗師 就是能夠將一代宗師的氣牌 精神 武德 演到在這個一代宗師裏面 為何呢 我跟他碰手 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但是我覺得這個人 是值得 可以誇獎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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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因為他人 人品 我真的沒有給過錢 你沒有給過錢 我沒有叫他講什麼 真的 這是我內心的 人品 真是人品 你不要這樣說 真的可以 我相對 我相對的路 很難走 一代宗師的路 很難走 很難走 王家衛今天有一份報紙都會有緝錄了 他跟張大春一個對談 他裏面都有說過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但一件事是平常心地說的 他就說公寶心讓路出來的那件事 他就說公寶心這個人在過程裏面 是一個老人 名人的忍退 在那個時候很多人都可以接班 但是到最後在這個歷史紅樓裏面 有一些人理想沒有了 有一些人因為自己的付出犧牲 他們都在這個舞台上淡出了 到最後就成就了業民 到最後因為只有業民走完這條路 只有他才可以活下來 可以堅持下去 這個生活的感覺我真的想追問 因為我看出戲的時候 我看《一代宗師》我看了兩次 結果我看了兩個業民出來 就是《一代宗師》兩個業民 為什麼呢? 其實你們也有說 四十歲之前的業民是過著春天 四十歲之後的業民是過著冬天 這個業民只有兩季 都好像是四十歲前後 如果簡單說就是抗日戰爭 的前後是很不同的 四十歲之前是有錢仔 他唯一嗜好就是打工夫 四十歲之後呢 他什麼都不懂 不知道怎麼辦 在生活上可能又捨又借 不懂得平行 他什麼都不懂 所以全部人很不保存 他們要花了 當然 他們很不懂 他就問我 四十歲之前的業民,那個中司都是我們一般理解的中司 四十歲之後可能要再劃心一點,那個中司才慘,那個才深 四十歲前是否真的抄李小龍,學李小龍多於那個業民呢? 其實正確來說,可以說是這樣的 我創作這個角色的時候,我是根據兩個人,兩個原型人物 一個叫做業民,一個叫做李小龍 我就研究了他們兩個很多的書 我就覺得,業民這個東西吸引我,我就抽了出來 李小龍這個東西吸引我,我就抽了出來 然後將這兩個人物消化了,然後變成我自己心目中我認為 因為也是透過我的感情,透過我的思想去表達這個人 所以其實,是不是他們呢?我覺得已經變了是我 那我就將它消化了,這樣就表達出來 在我開始做的時候,我看業民的照片 他那時候已經在香港了,生活很坎坷 但是我見到他每一次出來都穿得很短妝的 應該用短妝的形象,穿長衫 很優雅的,好像一個很有教養的人,亦都很沉穩的 那時候我覺得他有點 bitter 那我覺得,哇這個人這麼 amazing 就是在這個生活這麼困難,但我出來我還看他 就是每一次拍的照片都少少口 就是,很有風度 那我覺得,我在那些照片我看到一種我們中國人有的余雅 還有一種有教養的氣度 那我覺得這兩樣東西,我想在這個角色的project出來 就是我說typical的中國人 其實我們有這些這麼寶貴的quality 那李小龍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李小龍他是 我覺得葉敏是因為功夫 啟發了他生活之道 他這樣去面對生活 最後這麼艱難,為什麼還可以這樣 是因為在功夫上一種精神 學會了一樣東西 李小龍剛剛相反 李小龍是生活啟發了他的功夫 因為他在他的生活裏面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很intellectual的人 他是讀哲學 他亦都很沉迷中國的哲學 就是道家思想 他的功夫是用道家去解釋 那變成我在他身上 我可以得到很多文字去理解功夫 那所以我又把這兩個人物 blend在一起去做 所以你會看到有李小龍的quality的東西 亦都有一些我覺得是業民 但其實我不認同 我認為是我創作了一個 我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業民是這樣的 不過四十歲之前 因為你想想 因為四十歲 還是多 家裏又不用優柴優迷 你又知道自己有天分 又很talented 他亦都有教養 那種年少氣盛 我覺得應該有一種高傲 很大的分別 我不知道你是否刻意做的 因為 你以前沒有什麼用你的電眼 你反而用了一些笑容 可能今天你知道 不是的 也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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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就算了 即他講合理一點 我講一下笑容 因為讓你問回電眼 那個笑容 最初有些傲氣 就是你 但到最後 最後 封鎖你也有笑 那種 真是好像過盡千繁皆不事 那種 即我已經很淡然一笑 即那種微笑 即是像佛家講法 黏花微笑 即你已經看透 看透 很多東西 那你最初的 是有些串串共的 即你就算在金流 打那三位高手 你第一個打那位阿菇 就用單手打 其實就好像有點離譜 是啊 八爺 嘩你呀 有些離譜 你解釋一下 為何要我單手 嘩打到我 因為兩隻手 兩隻手打兩隻手 已經要好平衡 那些要打很快 你打那個女人 雙手是不是有 那種口袱 兩層打 還要一隻手 一隻手打兩隻手 那場怎麼想 你是不是有些層次 你打那個女人 單手讓你是不是好一點 好平衡 八爺 好平衡的 一隻手打兩隻手 那麼平衡都能平衡出來 哈哈哈哈 難搞的 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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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手快 一隻手慢 但是都是刻意塑造 他真是串串的 是 但是你跟那個女人 有些 女人一樣 單手 就是這樣 向後面打家勇 打流星那些 沒有的 全部都是 大家都是 武林中人 OK 但是他打那三場呢 即 他太厲害了 我不知道八爺那時候 是不是要很厲害 不厲害 不厲害就不照葉敏 不是 其實那三位人興 那三位隱世高人 是想示範給他看 八卦掌是這樣的 其實那些是 kopom 那些杜家團 一次炮掌 那些這樣 就是給他些牽赤 但是好像都不需要給 那麼多 他躲上眼然後打劉迅 是不是劉迅呢 劉迅呢 劉迅 relPO 可能都只是一招 打勇哥 是它炮掌厲害 打你那那樣的話 那些機會是我 那下是甚麼意思 其實有些東西是收緊了一些 其實我們有一件事就是說 他詠春有一個規矩 就是門派的規矩 市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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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放在那裡 你不要碰 我們不能碰他的手 現在市市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嗎 他剛才說自己已經一代宗師 打幾十個了 只是拍戲而已 市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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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橋的意思是門派的問題 就是榮春不喜歡說 立遠的手出來去打你 去摸你 大家是一個師傅級的 大家放手出來 可能鬥快 但你不能碰我橋的手 一碰我的手我就打你 你不碰我的手我就不會打你 為何會這麼斯文 令他這麼斯文 女人權其實不是女人權 他比較斯文 不是女人權 我以為八爺想過 因為我也是功夫迷 有一套叫龍爭虎鬥 李小龍不是這樣的 啪一聲就打低那個外國人 現在叫政治正確 我們叫鬼佬 那個外國人啪一聲就打低了他 那一刻也是市橋 他不是市橋 我覺得李小龍是那一刻 你記得那一刻 我記得 啪一聲就打低了他 我覺得李小龍是 表現他的折拳的速度 我的速度 他不是私橋 他只是擺手 啪一聲就打 他想表達他那種拳的速度 快 OK 我想Jesse很想問一個餅 餅 餅 他除了問眼神之外 他以為不是很明白那個餅 我覺得這一幕都幾圓 因為我記得一開始 我只看過一次而已 我記得一開始 葉文就是 應該是否正手 然後 再來一個反手 之後大家都開始推了 其實那裡是 想表達什麼呢 譬如正手 反手 其實沒有什麼表達的 我幫你解釋 我幫你解釋 表達 因為我看得好像一場舞 我在做訪問的時候 因為拍攝的時候 黃家瑋很神秘 很多事情都不告訴我 我每次做訪問的時候 在旁邊大家也聽到 就知道為什麼 根據他在做訪問過程中 他說一個叫做陽手 一個叫做陰手 陰手 陰手比較毒 叫做超渡 兩個都試過 到最後 兩個都不用 就用回詠春的聽喬 其實聽喬就是類似 什麼晚癡手 那樣的東西 然後就去 撕那個餅 這樣 這樣 撕那個餅 我想 Jesse不明白那個是大乘若缺 功夫 豈此南北 有網路的國家 國家和天下 是另外 馬上明白了 一種設計 因為 工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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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打 打什麼好看呢 打什麼都好像 很暴力 很恐怕 不如我們就試一下自己 那些 那些 裡面的功夫 什麼陰心 揚手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大家那種內勁 鬥 鬥 就是試這些 另外一種 動作形式的設計 不是兩個人 一般 打 打 兩個男人跳舞 這個舞台 我覺得不是那種形式 所以我設計這個餅 這樣大家 推手 藍北之分 藍拳 即是藍 即是藍 他是北方 通常他一定是 可以說過 師傅通常 以前的師傅都說 來吧 你拿不拿到 一定會嚇你 即是氣場之氣 但他 偉哥說 用詠春的癡手 是對的 他是用癡手去拖他的餅 這是鏡頭上的美感 美觀 你不可能突然 變了玩太極的 沒有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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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爆了幾天 沒有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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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後面 突然自己掉下來 自己掉下來 那偉哥可能自己撕破了 好啊 打假餅 沒有撕到 真餅 撕了幾十個 說回四十歲後 因為我經常覺得這齣戲很有趣 一代宗師兩個熱門 兩個梁朝偉 兩個王家衛 就算是 有些眼神加貨 但是又有些笑容 出來了 後期的葉問又不一樣 也很不王家衛 王家衛的戲 以前我經常說 25年來 由王國卡溟 1988年 王國卡溟 以來 都是有點打困擾的 一會兒我想問 那個問題 現在問了 就是說 兩個葉問 葉問四十歲之後 那些教權也是以為生活 你又不懂事 又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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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 但你還是為了生活 那一刻如何融合 因為中師好像很偉大的 但只是為了生活 你不要說自己不偉大 中師是吃飯的 我剛才也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40歲之後,我和前面的演法有些不同,就是那個人開始沉穩了很多,然後很多東西收斂了很多,沒有以前的那種依氣風化 你說見眾生也是為了生活,他最後見眾生其實是在電影裡面來說,其實他是幫他朋友走完這條路 公義說我們走不了,你幫我,你走下去吧 我覺得他是為朋友完成一個好朋友,一個知己的最後一個心願 所以,有一方面也是為了生活,所以要教權 但其實,我想葉敏,我想他這個人,未來香港的時候,一生都沒有想過他會教權,從來都沒有想過 是真的因為環境... 簡單來說,自己有個興趣,譬如畫畫,沒有想過教畫的 是啊,是真的一個命運 去到那時候,我覺得人生就是充滿選擇的了 去到那時候,你選擇,搞吧 亦都是很多,很多東西加在一起,你也答應了... 其實這個葉敏是比較慘的 慘? 公義不是說過的,所謂大時代都是一個選擇去畫樓 看看你自己怎樣的 他就選擇了留在自己的年月裡面,因為那段是他最開心的日子 那你又不是啦,那個葉敏 就是為了完成他的心願,就推出去 其實那個反而可能更慘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演的時候,我就沒有這種感覺 我反而覺得我跟以前王家的電影很不一樣 簡直是兩極 我以前演的時候,當然是那些很沉屈 即是,裡面很傷啊 即是,很憂鬱 總之,很傷啊 很沉啊 今次,我反而覺得這個人物是很樂觀啊 很正面啊 或者亦都是因為功夫,令他對生活有一種態度 一條腰帶,一道氣 即是,不只是學功夫,做人,做什麼都是 即是,我覺得這樣,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演戲 我未試過上班那麼開心 因為你變成,我投入了一個角色的時候 我用了他的角度 很正念,很正能量 我覺得 去到一些那麼坎坷的生活,他都還可以這樣 即是,你感覺這個人還有尊嚴 不容易吧,八爺,我都想知道 因為剛才我跟你的女兒談過幾句話 她都說你都要靠一道氣的時候 即是,那個問題就是,做任何事都是的 不過你很鍾情一樣東西,譬如你武術 都遇到這些問題,勇哥都可以講一下 即是,究竟怎樣走過去 即是,你們都要面對這個宗師之路 或者生活之路 怎樣走過去 即是怎樣克服到這個關鍵 你都是要自己很有自信,做好這件事才行 你克服到,你當然要自己 因為你挺像的 你想想,整雕手和聚拳之後 砰砰的聲音 接著有一段時間,就好像 硬是卡住卡住 後來黃飛鴻又再飛出來 有時的東西是自己的 怎樣說呢 有時是性格的問題 砰砰的聲音之後 自己就死了 接著拍完戲腳功夫 我想拍什麼呢 就停在那裡了 再拍下去 戲腳功夫都是戲功夫來的 你可不可以停在那裡想一想 不如拍一下齊民遁甲那種 好看啊 即是拍那種 即是自己一度要轉變那種潮流 齊民遁甲大家可能沒有什麼印象 那是關德興大家聽過 那是張關德興重新塑造的 那是勇者無踢 啊 那個勇者無踢 勇者無踢 勇者無踢 齊民遁甲那個廣部 全部都十分厲害 Sil竟 Cambridge 所謂的 他是你弟弟醜的 是 是 是 不如問問容哥,你有一段時間都拍過戲,有一段時間都靜下來,你怎樣面對宗師的生活問題? 其實人和戲都是一條線,隔壁街的東西,因為有位哥說的是對的,環境要迫成做人,做人要看著環境,有多好打無用 環境不是你的,是非也沒用,但為何他能練得這麼好,或者你問一個問題就說,人呢,他練得這樣就叫做不要執著,放得低 原理我一樣,可能在八年代你會見到我,突然碰見了我,因為我去了美國,因為我習慣了,已經開始不同人去爭任何一件事,做了就開心 喜歡什麼?功夫,什麼都不要說,是非不要說,功夫 可能我去了另一個位置,大家看的東西是正確的一件事 宗師,不是說我會打,就叫做師傅,是很難放得低的,為什麼呢? 等於有一場是阿羅網那樣,為什麼他能夠做?我收這麼多就是這麼多的了 一毛錢我也不要的 八毛錢一個? 沒錯,我個人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就是我放得低 但是他逐個毛錢數的 當然啦,給小片不行啊,我已經收了很少了 但是就是說那個人,這個師傅不貪,放得低 所以最後,後期你就說他笑得這麼感的笑容,就是告訴他 他真的是長開身了,其實真的是中施,是這樣的 拿起來真的要放得低 兩隻手放著腳,然後放鬆 沒錯啦 小時間,雖然台下可能很多人發問,但我自己都要運用我自己的特權 我自己一直覺得剛才王家衛一直以來,我自己覺得這一次很不王家衛 甚至說是很轉劣點的 為什麼呢?因為王家衛1988年,王國卡門開始,其實我應該是第一個說的 王家衛的電影是很容易看的,三個字都說了 就是愛無能 即不是性無能,是愛無能 即不是話衛仔,意思就是 他裡面的戲,所有人都愛不到對方 在這一齣戲裡面,其實葉文也有一點點這個問題 即是我想最感人,如果大家看第二次,不哭就寫巴登,一定哭的 在第二次公義最後見葉文的時候,那場戲呢 即是我想是可以用抽心,那種感覺來形容 即是你,我想想問一下,問一下衛仔 即是你,那時候跟導演談的時候,怎麼處理這一場戲 因為我都問過子良,你老友呢 原來最初導演呢,都有一些對白的 葉文有些對白的 不過後來你說,唉,不要啊 在這個時候,葉文都沒什麼好說的 眼濕濕好了 好像是這樣的 即是那場呢,我想是很關鍵 即是當然之前那場,即是比武呢 不打不相愛呢,我自己認為 不打不相愛那場都很關鍵 但時間關鍵,我就想問最後那場 即是他還一張樓給你 那場呢,即是怎樣處理 以及你怎樣處理那段很微妙的關係 我真的都不是很記得的 因為呢,這個黃家衛 這樣就怕一次,然後這樣就怕一次 接著過三個禮拜,這樣就怕一次 接著過四個禮拜 啊,不如大家換件衣服,冬天又拍一次 那天嚇了呢,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次打哪次 但你是看的嘛 我有看的 但我也真的不記得究竟是拍過多少次 但是,當時時,因為其實我們每一次 整個故事都沒有的 那我也都,剛才告訴你 我跟他的工作方式是,我們很少說話 那他給我一個劇本 不,沒有劇本 當日拍那場戲的劇本 那我就,我也不會跟他討論 我就做給你看看,你覺得是 你覺得有問題,他又會過來跟我說 那我覺得就是,我當時是怎樣處理 我覺得很可惜,看到一個,可以說是 他鄉如故知的一個自己 然後今天走到一步,走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我覺得很可惜 那次是有些對白的,我忘記了 你有,你不是說差過轉身那些嗎 是的 人生如其樂子無悔那些 是的 那些是在的 是嗎 那些是在的,你沒有看的嗎 我看了一次而已 我也是看了一次 那些有在的 那些有在的,但為什麼我們 那個處理呢,就是因為 有些人說張子儀搶了那些戲 因為他也說葉先生說他真心話 我心裡有過你這些東西 我將這句說話告訴你 都沒有什麼的 喜歡人又不犯法的 就是那些這樣的說話 跟著你呢 他一直,他都很好 他眼淚自己 他不動的 其他東西就是流眼淚而已 那你就含著拋眼淚 有沒有啊 有的 大家認真地看一看 他是含著拋眼淚,但沒有流出來的 那一下呢,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否抹了很多次了 沒有,黃家衛是說 其實我想問 你是否這一次都刻意 按自己的眼神 我沒有啊 是黃家衛說 終於是這樣的 沒有那麼多表情 沒有那麼多對白的 不用的了 你坐在這裡就行的了 其實 我演過那些 很多戲的 但是被他剪了 其實如果說到這裡呢 我也想提起 黃家衛導演 其實四個小時的版本 才足夠交代每一個角色 那現在一百三十分鐘 你自己覺得對於熱問的描寫夠不夠呢? 我也覺得夠 因為其實 這個是一部黃家衛作品 我們只不過是這個團隊 我是其中一個演員 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 最好玩、最開心的就是 我創作前期的創作過程 和中間拍攝的過程 對我來說是最好玩的了 我亦都演過 為什麼要演 可能你現在看到的是三十場戲 Let's say 三十場戲 但其實我演過三百場戲 那為什麼要演這麼多呢? 是因為 如果你這個角色 不經過這麼多東西的話 你現在出來的那個熱問 亦都沒有這麼深度 和沒有這麼立體 所以我們是需要演這麼多的 但是到最後他怎樣選擇 的一個講故事方式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黃家衛作品 應該是他自己的選擇 我沒有所謂 他用多 我覺得不是在於多少的問題 而是你去享受那部戲的時候 有多好玩 這個對我來說比較重要 你怎麼看 我還是要問一個 你為什麼跟宋慧喬洗腳那一場 因為那個關係很有趣的 就是說這個是老婆 另外一個是很紅顏知己 是神交的 這個當然要生兒子 那天為什麼要 要洗腳呢 因為我想起是黃飛的 你記不記得 重慶森林 黃飛抽筋 我幫她 你幫她擦腳 是呀 是呀 突然間你又整洗腳呢 這個我那天問黃家衛 喂 喂 為什麼要拍這樣的戲啊 不是呀 他說 中國的投資者說 這個一定要拍的 就是你夫妻之間的intimacy 就是那種親密 那我又覺得 還有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拍的時候 是講宋慧喬大肚的 中國人有些習慣 以前我也學過一下 那些叫做 保健 氣功 嗯 就是喜歡臨睡前 就算你洗了涼 臨睡前 都喜歡泡一下熱水 因為不知道怎樣 令血液循環 好的 就是這樣的原理的事情 那我相信大家庭 大家都有這樣的習慣 但是那時候的龐白 就是因為你要決戰 其實不是這樣的 然後 到最後他自己再砌 變成決戰 男人40歲之後 要做有把握的事 我先回鄉下 用心打架 原本不是這樣的 拍的時候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 為什麼我看一次 有很多東西 我自己都抓不到 因為我拍的時候 我沒辦法想像到 那個電影是怎樣的 我只是做了我自己的部分 因為我們沒有完整劇本 我不知道他怎樣砌 以及怎樣用 所以其實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都在那裡 咦? 咦? 我拍過那些呢? 去了哪裡? 然後看完 都不知道自己看到什麼 所以 為什麼我要看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我開始慢慢 哦 原來他是講這些 這樣 就是有道理的 是啊 那樓樓為什麼 那樓樓我就明白 那樓樓其實我拍過一場戲 是在另外一個宵夜的地方 有一場戲我跟張子 其實我是勸他的 我知道他吃鴉片 因為我小時候 在鴉片煙藏長大 你們真的嗎? 什麼? 不是 那部戲 然後有一場戲 我跟他說 我說 其實我小時候 我師兄 有一個鴉片煙藏 經常跟師兄弟去 我見盡不少高手 放下腰帶 睡了下去 就起不起來 所以為什麼他會有一橫與一直 就是小時候看到 你總之躺下來 就是永遠起不到身 所以功夫兩個字 其實下一場 我是暗示 就是 我跟他又不想傷害他 不想傷害他 但是又 告訴他 我知道你吃鴉片 不要再吃了 即使他塗那麼紅的唇膏 你也看得出 那場沒有那麼紅唇膏的 紅唇膏那場是差不多 因為他之前有一鏡 躲在那裡塗上唇膏 你看不見他嗎? 我當然是去洗手間 那一天 那一刻 暗牆塗上唇膏 即是那一刻 那一樓你還沒回答我 那一樓是怎樣 那一樓就是因為我 你想問什麼 那樓是你的象徵 你怎麼會負感情下去 我覺得不是 黃家鴻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他的死物也有感情 我覺得是 就是 希望 因為那件外套 打仗的時候沒有錢 賣掉了一件外套 那我留一樓 希望有一天我再遇到的人的時候 告訴他 其實 我不是不守信用 我是有來找過你 不是不是 我看得很小的 去到香港的時候 港狗飲食總工會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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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特別意思 沒什麼特別意思 OK 其實講開 最後這130分鐘 你幕後 刪剪了很多片段 你覺得其實是幫你入戲 那我記得你製作特輯那裏 都說過 其實葉文的氣質 是需要連月去揣摩出來的 那你又說 劇本其實是有沒有既定 那其實一直以來 你就是 是不是就是聽王家衛導演 講幾句 然後你就馬上去做 就是拍的時候 對 拍的時候 其實這次唯一 我覺得我唯一是比較幸運的 就是 起碼我有兩個原型人物給我去研究 還有起碼有得練功夫 因為這次演一個武術家 你必須要練功夫是一定要的 變成我都起碼 雖然我不知道那個劇情 整個故事是什麼 但是起碼我知道我自己是什麼 所以變成 我又不用 因為我不需要知道劇情 好像我生活一樣 那梁朝衛 那我 你生活 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或者今天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知道自己是誰 就可以了 因為我知道自己是誰 我知道我會有一個角度 因為我會用那個人物的角度去 所以 就是這樣 沒什麼難 沒什麼難的 說回打功夫那裡 我聽說你準備 這三年以來的拍攝 曾經跟周星馳給過詠春 沒有給 沒有給 就是 是 為什麼呢 好像有一天 我在日本滑雪 吃飯 碰到她 然後她說 在詠春 我說我告訴你 我說好好 找日找日 然後回到香港 有一天她說 因為她也是學過夏詠春的 她就提供一些 她認為詠春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我說 就是這樣 就聽了一些她的意見 她也是出於朋友 就是希望給我這些意見 是這樣的 我以為周星馳也有幫忙 在這部戲裡 幫你代入各個業民的角色 沒有沒有 但可能我問回兩位師傅 跟王家衛導演合作 拍這個功夫片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聽說 她的劇本其實會很精準地說 現在要打這個招式的 下一招有什麼招式的 就是全部都有名字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個過程 白夜 你呀 其實她 拍之前她的國門國派的功夫 她自己都去 研究過 看過 就是拜訪各門各派的 例如詠春 八極 八卦 她拜訪她 拍一場打 她有招式 她說 我想想她是什麼 什麼葉底藏花 葉底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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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算啊 大哥 她得個名字啊 大哥 其實名字是她作的 本身是有的 但我看完那些 她們在另一個角色 很重要 她們在日本的角色 她們在各方面 她說 她們在各方面 她們在各方面 王國興議員 很多名字 導演都很勤力做了這些搜查 南拳這方面 暫時說 在香港只是暫時說 我和韋哥打 只是說 我們研究過和他談過 不可以單獨一個門派 為什麼呢?太多了 可能會發生一些衝突 或者你好打 練槍有多好打 變成一種叫做是非 不是叫做功夫 不是叫做一代宗師 宗師是沒有是非的 講功夫也可以 這叫做是非 不如怎樣打?打雜家 不都打 打就行了 好打就行了 我們已經霸佔台下發問時間 很多 為表示我們多民主 都要給大家問幾個問題 我們的玩法 會一連先問三個問題 因為時間關係 問完三個問題 大家三個問題 沒有意思 這件事都幾梁振英 算了 大家都是梁粉 今天是梁朝偉的粉絲 大家問了三個問題 跟著我們看下 台上幾位嘉賓會怎麼回答 好嗎?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哇 這簡直是公義的傳人 公三 厲害 很厲害 你問了我們的問題 你請上來前面 問了個問題 有哪個 三個一齊排隊 三個一齊排隊 看看有哪另外兩個 這樣會節省時間 因為他們好像要趕去第二場 因為他們好像要趕去第二場 請問了 我用普通話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是這樣的 我看完電影之後回去看了很多影評 然後影評裡面有講說 那個葉問其實有 後來去到東北 就是關於東二要去報仇的時候 葉問有去到東北 然後途中和一線天有交過手 然後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我問一線天 公二有沒有和一線天交過手 其實 然後 還有 第位了 還有還有就是 你的Fans問題 第位問一線天有沒有交過手 是 就是和葉問和公二 對 然後第二就是 葉問為什麼沒有去幫公二報仇 第三就是 葉問有沒有真正的愛過公二 有沒有愛過公二 三個問題 不要回答 我來問另外兩個先 不好意思 爭取時間 大家記住 Jesse幫忙記住 我年紀大 不太記得了 我看的時候 都會感覺到 就是 這套戲裡面 大家都很有尊嚴 因為他拍到 每個人都很美 就好像 兩位師傅所說 是打雜家的 然後我想問 那 是不是這套戲 特地叫The Grand Master 其實每一個都是 一代宗師 然後 看到 其實他主要 是想講功夫 你那一套戲 做人怎樣有尊嚴 其實我會感覺到 好像是 王家衛導演 他一開始是沉迷葉問 然後他慢慢一路一路看 他是 就是 他跟中邪西讀完全不同 他不再沉黎過去 他是不是一路拍這套戲 突然之間變得很 positive 這樣呢 好 我想問就是 想問梁朝偉先生 你之前都跟他合作過 花樣年華的 其實我們一看 點煙的幕 梳頭的幕 我們都會馬上想到 周無雲 其實 你會不會 一看的時候 你怎樣分開這兩個角色 你活了那麼多的生命 你怎樣分開不同的生命 然後 是不是其實是特地 想用這兩幕來分開 大家對這兩個 深入民生的 角色的 即是印象 好 謝謝 第三位了 第三位 首先 就 想跟阿韋 阿韋叔 說 你是重慶深入民生 這個我叮走就行了 不要問了 不要問了 你不要問了 你都不尊重人 我們叫他韋仔 我不行 所以叫韋叔 所以 還不說 好 我想稱讚你 在重慶深入民生 特別英俊 迷了我 然後 其實我想問 一個我一直以來都 思考的問題就是 演員 是怎樣分清 角色和自我 就是 因為經常有說 真假起真做 經常不是有 有些演員 是染了我生日的角色之後 會迷失了自己 或者是 幻想一些 譬如說 抑鬱症 你吃藥 最後 有可能還會 背了 就 你怎樣 保持 就是 認翻清自我 會不會 陷入那個角色 還是 你覺得 自己變成角色 有沒有喜歡 公義 你都說 還未走得出移民 我不是 不走出來 你還跟他相處幾年 你說 不是幾年 因為我現在還在做訪問 變得很多時候 如果你走出來 你又不能夠 用他的角度去說 對 那你說 我以前小時候 其實這個是必經階段 有演員 你投入了個角色 太多 分不清楚 走不出來 這個是必經的階段 就是學功夫 一路頭讀美 到現在 我到了現在這樣的年紀 我演了三十年戲 現在我有個方法 就是原來到最後 我也看了一本書 對我很大的啟發 到最後 原來你自己是怎樣 是你自己選擇的 原來我們根本生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性格的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性格 是我們慢慢自己 習慣了 然後我們告訴自己 我是一個這樣的性格的人 那我覺得這些 是很多 excuse 來的 譬如你不想做一件事的時候 就說 我不是這樣 我不喜歡這些 但是你要喜歡 行不行 原來你可以說 決定自己 其實 你可以決定自己是誰都可以的 我決定自己很 discipline 我從明天開始六點鐘 就起床跑步 我喜歡 我是這樣的 我是肥的 我喜歡吃甜的 其實你全部都是藉口 其實你想做誰 就做誰 就可以了 你自己決定 這個我覺得不單是做戲 我覺得做人也是這樣 其實我們大家 每天給自己很多藉口 你不想做的時候 你就會說 我是不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我現在離開角色的方法 剛剛有些人問你 愛不愛公義 我 不 就是我的角色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第一次跟他交手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種 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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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 舞術家 那種覺得 嗯 就好像你跳一隻舞 你也是跳舞很厲害 跟你一個跳舞很厲害 跳完之後你覺得那種滿足感 還有 你覺得這個人理解你 就是你覺得是找到一個知己 我覺得 那個感情是一個感情來的 下次再可以跳一隻舞就好了 但是 所以就是通訊 寫信 寫信 然後 命運安排 兩個人 很多年沒有再見面 在 香港再撞回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過了 就是過了 那時候 不會有什麼事的時候 以後再見面的時候 都是一個朋友 為什麼 不是你 葉文 為什麼剛才沒有報仇 沒有報仇 沒有幫阿公二報仇 他都不知道 人人都不知道 你記不記得 在電影裡面 是不是講國語 剛才 是的 蔣國語 應該在戲裡面 馬拉丁是聽不明白的 為什麼葉文沒有去報仇 因為 公二在戲裡面 不是有一句 跟葉文講的一句 就是說 有一個大年夜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是這樣的嘛 有一場戲 是不是其中有一個大年夜 是 選年請 不知道 是差不多 所以 基本上 葉文不知 太有趣 爆草 不然後來都不會解釋 什麼道 然後 什麼 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問 還有一線天 還有一線天 有一場打鬥 沒有出現的 八爺 應該可以說幾句 八爺 那場是什麼 大家很想看 其實那場原本是有 火車站 不是火車站 在哪裡 火車站 應該在 在一線天 打過 火車站 沒有打過 給一線天 然後又一線天 在東北的時候 跟一線天打過 當然是你偷懶 回到香港做其他事情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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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衝玻璃出來 哦 在火車站裡面 沒有 他一出來就沒有了 他還打到瘀傷 他還被我拍到 剪了 那場其實是用來做什麼的 就是剪了 有打的 剪了 整場剪了 因為一線天是挺尷尬的 大家不太知道他做什麼 一線天的角色 原本是有整個劇本整條線在那裡 因為一線天跟葉文的對平衡發展很重要 應該有 但是他四萬尺就剪了 對 因為一線天的白梅季 你發 焗錢 你發店那裡就在公義的醫館旁邊 對 其實他一直守護著公義 看片就不覺得 是嗎 看片我覺得整條線剪了都沒有問題 哦 即是這樣啊 我經常這樣 因為一線天原本是有 一條一線天的線發展 我們還有什麼還沒回答 如果是穩定三個出來 先 先找三個出來 麻煩你 高授人員 你們怎樣看 是否每一個角色都是一代宗師 不要管我 東授 是否王家衛本身由葉文這個角色著眼 由慢慢延伸到公若梅 一線天 那些其實都是一個宗師 就是越來越positive 我相信是因為王家衛 原本那個創作那個 第一次有這個想法 是我們那時候在阿根廷拍 春光炸蟹 看到李小龍 看到李小龍的雜誌 看到李小龍的樣子 從那天開始想拍一代宗師 覺得 不如拍李小龍的師傅 然後因為這次去做很多資料搜集 去探訪很多很多的宗師 變成發展到 他覺得 不只是想拍一個人 想拍一個武林 加上其實在準備的時間 他也給了一些新派舞入小說 就是現在徐浩峰先生的一些新派舞入小說 《道士阿山》 《逝去的舞林》 給了一堆這些我看 其實他整個feel就是一些 還有 徐浩峰和張戴春對於民國的東西 是很熟悉的 所以其實他們 是因為李小龍 因為葉文賢 發展到想拍一個民國武林的故事 所以 為什麼 Grandmaster 但是後來 他的兒子就告訴他 不需要 不需要 S 都可以代表很多 Grandmaster 我們再 是不是可以再接一段 三位 時間關係 盡快 上面 請問 是 短一點 是 我想問 今天的題目是 瑞士一代宗師 其實 整個 你們都講了很多 是講 生活 生活之道 你們覺得 除了講 一個大師入面的涵養之外 你們會怎樣看 這個機會 這兩個字呢 因為有時候 我們面對的就是 對時代的無力感 那 各位 台上 你們會怎樣看 還有位子的話 你會 而你角色和個人來說 有沒有不同的喘息呢 謝謝 角色和什麼話 不好意思 就是 他以 以葉文的角度去看機會 這兩個字 和他本人 去看這兩個字 會不會有不同的解釋 就是 你要分開來看 葉文又怎樣看 梁朝偉又怎樣看 是的 那麼第二個問題 第二位 請問 謝謝 梁朝偉先生 你好 就是我想問 我聽說 這部戲其實三年之前 就已經拍完了 那麼 就是慶功那天 就 王家衛導演就 說 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就是那個 村光摘營那部戲中 這個很經典的台詞 就我想問 這個是不是真的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想知道 為什麼每一 王家衛導演的戲 你基本上都有去演 是不是 你們 都很喜歡 不是 那不是那個人喜歡 就是大家都覺得 對方幾部 他不是每一部的 你搞錯了 不是 不是每一部的 六部應該是吧 你跟王家衛合作 應該是六部 這樣 差不多 因為 旺角卡門就不是 是的 旺角卡門不是 是不是 這樣 其他有些 他梳頭梳幾分鐘的 那些算不算 都算 都算 就是這個 阿菲剩最後五分鐘 梳頭梳五分鐘 那些都算 你這個問題是什麼 其實 你好像粉絲問題來 那樣 什麼 還有沒有 第二個 好嗎 爭取時間 第三位 不好意思 跟隨時間 我想問一下 關於 有人說王家衛電影 是用菲林來寫劇本的 那你跟他的合作 你覺得 會不會很長 或者你跟他合作 過程 越來越快 可能拍幾年 另外第二位 我想問一下 今次王家衛的風格 好像跟以前很不同 起碼已經少了很多音樂 很少了一些 慢鏡頭 和重播 那些 那你跟他談過 風格好像金直線 就好像很不同 我想解釋一下 這次王家衛的風格很不同 你是否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 吹開 為什麼會轉了風格 對 就是有沒有跟你談 我想意思 王家衛你要上一上身 可能 可能你都不明白 一上身他就不明白 不過你講了 你 上面那個 怎麼看機會 其實我覺得 葉文跟我都是一樣的 機會 機會 就要 自己爭取 我想他的意思是 你忠不忠師 你有時制御很重要 制御 那這個命運當然 是的 即是那一刻 好像沒有探討 其實是有的 是 公保心那個就是 那條身材 但其實我都覺得 這個是命運的安排 即是不是你可以 算得出來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什麼 即是怎麼看機會 還問梁朝偉 怎麼看機會 我覺得都是一些 其實好像我拍電影 我認為是一種緣分 即是我不會計算 跟著一年之後 我要拍一部電影 我不會這樣的 或者一年我要拍三部電影 我不會這樣的 即是我覺得 所有東西都是緣分 我遇到 我覺得這個想拍 那我就拍了 可能我失去了一些機會 但我又會爭取一些機會 但是有機會的時候 就好好的珍惜 向壽 回答那個 即是很不王家衛 很不王家衛 很不王家衛 我剛才也說 即是可能 是王家衛 又不是王家衛 因為其實可能今次是 那個 那樣東西是很不王家衛 因為武術這件事 王家衛跟我一樣 從零開始 什麼都不懂 那變成了可能是有一些新的刺激 變成我們有了一些化學作用 變成了有些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那個訪問裏面 和張大春哥 不是 另外一個介紹的裏面 都說過要堆倒梁朝偉 堆倒 堆倒 意思就是 堆倒梁朝偉一直以來 做戲那樣東西 是 要重新塑造一個人出來 是 那你覺得 他是不是有這個意圖 和成不成功 他又沒有什麼理會我 我覺得 他這樣我覺得很成功 不單止是我 我看完那個戲之後 我覺得 每一個演員都很出色 是 就是他都很成功 不單止我 我覺得 張子儀他都很成功 把他索造了公義這個人物 是 很成功 其實裏面各個演員 我覺得都很出色 是 那王家偉 在王家偉的演員 那對你來說 是不是一個都很重要的關鍵 用回去 是 就是對你演藝生涯 這個都不是 開始 跟我們一般認識的 梁朝偉好像又有另一個境界 我覺得是這次 我拍這部戲 收穫很多 我學到很多東西 得到很多東西 OK 反而 那個收穫是 我從這四年 練習功夫 然後去資料搜集 看很多書 新派模特小說也好 道家思想的書也好 李小龍也好 我學了很多東西 對我各方面都有很多啟發 即是無論做人 做事 各方面 或者思想 你自己是平時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這次學了很多東西 OK 好 我想時間關係 還可以 問一輪 好啊 盡快爭取時間 短一點的問題 梁朝偉先生你好 好啊 我從小到大看你的戲 由新澤師兄開始看 我想問一下你 你拍了這麼多角色 你最喜歡做哪個角色 你覺得哪個角色最像你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位 先問一下 聽梁朝偉先生說 黃家衛拍攝手法 是比較飄乎 臨時只有劇本 沒有原音劇本 我想請問 袁和平先生 和劉家翁先生 面對他這種性格 你如何設計一些武術 去迎合他 和他夾翻 終於是這樣 好 第三位了 先取時間 於是我用那個普通話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在那個戲裡面 葉問對他妻子的一個感情 因為我在看那個一代宗師的時候 我覺得 開始的時候 就王家衛用了蠻多的那個 就是色彩來渲染了 你就是葉問 跟他的妻子之間的關係很好 但是後來 葉問就是去了香港過後 他就再也沒有回過佛山了 就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種情況 他是要表達一些什麼 OK 阿慧仔想答什麼問題先 除了你 我先 寫了 我忘記了 第一條問題先 你拍過這麼多部王家衛的電影 最喜歡的角色 其實我 通常我最喜歡 都是剛剛拍完那個角色 還記得嗎 因為還有印象 以前那些都不記得 所以都是 葉問這個角色最喜歡 你喜歡什麼 哪個角色像我 好像你有問 我相信每個角色都有 我的東西 因為 畢竟都是我去演繹的人物 都是透過我的思想 我的感情去演繹出來 所以 一定會有一些我 但是你怎麼看有些人 你說你是本色演員 本色演員 本色演員的意思 就是你做來做去都是做自己的 是啊 但是這一次葉問 就是你開始 因為有些人說 這是另一個梁朝偉 咦? 不是啊 大家看這個葉問的時候 就不斷看到 以前認識的梁朝偉 不是那一隻來的 那是那個意思 就是 你之前那些 你說那些很沉默 煲煙 那些 一天不知多少瓶酒 那些 那些是大家一直以來 認識的梁朝偉 或者你一直以來 做得最擅長的梁朝偉 或者是一直以來 你們看到那個梁朝偉 那我還有很多面 是嗎? 我也有 撥撥浩動 也有 沉屈 就是 有很多面 那變了 一些角色我相信 是我不同的面 不同的面向 不如我們問一問 剛才有 是問 也問一問 八爺 和勇哥 那個看法座 黃家衛合作 那些 是否會有些多拱頭 也不太知道 你怎麼搞 你好像留在 那些 很冷的地方 兩個月 你很怕冷的 我聽說 按到鍵 做事當然要鍵 即是 和黃家衛合作 你覺得怎樣 即是他沒有劇本 剛才的問題就是這樣 他沒有劇本 他沒有劇本 他會將整場的動作 劇情的來龍去馬 他告訴你 給你聽 讓你知道 人物性格怎樣 這場動作 起承轉合怎樣 他都告訴你 那你去設計 他就看你設計 設計完 看完 都OK 都是這樣的 或者再加一點 是這樣的 因為他事情 一定要有溝通 不是 我又不知道想怎樣 他又不知道這樣 不行 即他都會說回 劇情發展 一定要說 去到火車站 決戰那一場 阿公義有什麼心情 阿公義有什麼心情 阿公義來報仇 打馬三 要拿公家的東西 那些東西一定要告訴我 我不懂設計 沒有劇情 勇哥呢 即是和黃家衛合作 不困難 因為近二八月一樣 他有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們沒有給他那麼多 有一半 導演又有這個經驗 其實我們喜歡說 說出來的 比看一張紙 說出來的 很精彩 我怎樣打 我飛出來 就行了 那我就知道你怎樣打 你告訴我們 這拳怎麼打出去 那詠春怎麼擋你 你怎樣打 我就去說 那真是的 這是一個彈性 之後去量度 就來 這樣打好 這樣這樣打 其實是不困難的 就是這個 叫投入同一個經驗 就是讀書一樣 讀完之後就念 唸完之後就懂 然後就懂 原來就一樣 明白 那剛才普通話 我問什麼 我都不記得了 第三條問題 我都不聽得很清楚 大概是問公約媒 和業問那段關係 為什麼 他們最後要分手 講太太 講太太 其實我覺得 葉問和他太太的關係很好 我覺得沒有一個 如果一個男人 背後沒有一個這樣的女人 就成就不到一個這樣的人 為什麼他最後 去到香港 沒有再回去 找女太太 其實他是想著回去 他一直都是想著 他先去香港 看看什麼環境 然後接著他太太 但是這些人 你不覺得王家衛也是這樣的嗎 他是有一個女人的 有一個老婆的 老婆是用來做定海神針的 是啊 接著他就可以找紅顏知己 沒有啊 不要找 即不是王家衛 即是角色 哦 角色是這樣 分得很清的 但是他去看見的時候 又不 我是覺得 他跟他太太的關係很好 他真的想回去 但是聽說他太太不肯跟他去香港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是 葉問真是想去探路 先探路 然後接太太 所以才有狼心自有一雙腳 是啊 是啊 什麼什麼 山隔水有來企 是啊 才有這句這麼思議的說話 但是等不及了 但他太太是1960年過世 後來我不記得 我看詞幕而已 我忘記了 這麼久都不接老婆回香港 也是有些問題 不是 也不知怎樣 我相信這些是命運 命運是後來的 我們是不是時間差不多了 是不是不能再問 你又來 不可以了 不可以啦 不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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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要你除眼睛 我... 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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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日... 他想看你的電眼 日... 日... 因為他們還有下一段,今天很感謝他們,雖然有句說話我很喜歡的,那句說話我亦很相信,因為我都叫做寫下東西,做創作,真的很相信的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有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 今天主要那個點燈的人雖然沒有來,我相信,真的都相信的,有燈就有人。大家這裏都起碼幾百個,幾百個再乘三都很可怕的。 記得看電影吧,今天很多謝阿慧仔,很多謝八爺,很多謝勇哥。